收看Fabric的系列课程 在这一节课开始 以前我要对上一节课的内容做一个补充 也力求让大家对这个经典任务 新型任务的定义的一个 认识的一个完全度 第一个要补充的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过它 任务有一个命名和别名的关系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当我任务很多的时候 有可能是通过任务构造任务 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一些来说 假设如果我在开发任务里面 我有创建 我这个 这个是创建数据库 那么另一个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合并数据库 我要先把这个说明了以后 写上这些注释呢 大家会更清楚一些 然后呢 第三步 这里会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叫 这叫生成总值数据 好了 从命名上已经很清楚 会发现 如果我们的任务里面 这三个任务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相关度存在 而我 第一种办法 就是说 我期望 先有一个序列吧 你把任务与任务之间它的关系是 先构造一个 创建一个数据库 然后把新的数据库 结构合并到原有数据库上 然后再把总值生成到现有数据库 那它的动作可能就是 setup.db 然后setup.migrate 然后setup.c 这样用这种模式来运行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写就很啰嗦了 而我们就聪明一些的同学可能就忘了 这样做 我有一个runall 然后我们直接调用一个 创建数据库 然后最终 那我只用调用一次 那我只要调用这个setup.runall一次 他就已经把所有的东西给我去构造一遍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这一个 这一个任务呢 是一种任务的依赖 他就把所有东西我们合在一起 那么问题又来了 我还能不能更简单一些 我希望说我直接打FAB 我就直接不能跑了 你看我直接打FAB的话 他会 给一个帮助给我 但实际上呢 这里还有一个叫默认任务的一个概念 因为你在Rick啊 Gram啊 Gram里面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只要直接打这个指令 他会发现我这个任务清单中 其中有一项任务 他是做一个默认 他就直接去执行 那也行啊 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方法 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把 这里加一个default 跟处 在这里打上default 等于处的话呢 那么 因为他放在一个纸的包里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list出来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里会多了两个方法 而不是一个 Runall之前有嘛 然后但是他这里多了一个setup 就是说 他把包名 就是说我调用包名的话 这个名称呢 也是一个指声 就也作为一个别名嘛 只像这个Runall 那我们 可以这样写 setup 那实际上 他调用的 我这里标示一下 那我直接调用setup 最终他跑的就是这个Runall的这个任务 那么另外一个要补充的呢 就是这个任务的可见性的控制 如果对于经典性经典任务 那加个小块线 这个函数就会被隐藏掉 然后如果我们加上了新型的这个TAS系统以后呢 我们加这个小块线 其实作用并大 但是呢 我们如果通过FORM来控制 这个包的可见性行不行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我只是在 在这个FAT 就是说 入口的这一个包入口 文件里面 我只是倒入Speed 那我希望他只是看到Speed 那行不行呢 我们来试一下 实际上这个是不行的 你只是把Speed这个函数 放放到了这个包的更命空间中 但他仍然把整个包给你倒进来 那我怎么能控制包里面某一些任务 我在这里不看的 我不想让他看到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Python的最常惯常的做法 它是支持OR的 我们用OR的内部函数 那我把OR 我只是导出什么 SIF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如果我用这个可见性进行控制的话 那我其他的就看不到 那对于整个包文件的定义来说 那就会变得非常简单的 我只是控制他的一个全局的变量 那就可以做到了 那么这个也是对上一节课的一个补充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也会讲到Task的另一种定义的模式 可能说到这里 你会问老师为什么上一节课说 这个Fabric只有两种定义模式 对 今天所说的也是 还只是在Fabric的两种模式之中之一 它只不过是对新型的这种模式的一种 更深入的一个扩展 什么扩展呢 是对OO方面的一个补充 就是说我可以通过类的方式 来去定义我这一个Task 那么对于一些很大型的 或者我这里说的大型 只是讲它的这个代码量比较大 并不一定说我的项目有多大 这种大的病 那么对于项目代码量比较大的 这些重用性也比较高的任务呢 我们可以把它抽象成一个类 那么呢 我们能在各个项目中去使用 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一旦这样强类型化你的任务的话 实际上也会导致很大量的代码 在Python中呢 其实我们的设计哲学就是简单 快速有效嘛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 因为这个是Fablet 其中一个内容 那我们只需要在Task这里 import一个Task的积累 我就以who这个方法来作为根本 去改写成为一个 它的一个class 首先我先把这个先注释 先放下面 然后我在这里定一个叫做who的 我有这么一个类吧 然后它继承Task 那么把它的名字 那名字就直接可以通过属性来去做了 那我这个还是W对吧 名字就不要叫W还是who吧 那么Alice你可以用 你可以命名很多的Alice 那么这里是一个宿主 那我这个就不多写 另外呢 那我把这个 这个 注释应该写在哪里呢 那就当然是写成类的 类头这里吧 然后呢 我这里只需要去重写一个run的方法 我把local 我放在run下面 好了 如果这样写 我把这个先删掉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不为了防止我这个 免得太多东西 我们一下看不清啊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并没有出现这个类 为什么没有实地化嘛 对吧 我在这里把这个who实地化一下 好了 这个who就出来了 当然你写在这样写法上 很明显本身它的代码量 你要写这个类定义的话 它当然必然会大 但是呢 在并不是说它一无是错 而是在我这个重用性真的非常高了 我在很多地方都需要用类这种方式去做继承啊 因为复杂性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也未必是一个不好的解决方式 那么命名空间也有了 用类的方法来写这个任务的方式也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用的比较妙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当我拿到了一堆的这样的已经定义好的类裤吧 因为我大的话 我就用大的这个模 这个这个场景去思考 假设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类 我得到是一个类裤 那我又希望说使用它原来的这种 以函数的方式去定义我的task 但我又不想继承类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它给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使用方式 就是解这个task的继承类的时候呢 有一些技巧 我们需要把这个重写一次 那我用这个方法来写 我因为时间关系 我直接先把代码粘上来 然后去讲述这个部分 那这个几乎上就是一个普通结构了 我只是把参数写了更多一些 然后呢 在这个run方法里面 我返回的实际上是一种decorator的一个写法 那么 我们注意的这个东西就好了 我们把内容 我们原来在这run的东西 我照样在这里写 好吧 我们只是写法上 我换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如果要写成一个task 就是我叫cast 这个呢 我加上一个task 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叫做task class 他就说这一个task是继承于谁的 我继承于who的 然后呢 我把这个参数 我把这个这样的参数 我传进去 假设我叫做a 或者我还可以加上这个别名 我加上一个别名叫做 因为上面没有命名 我这里加上一个who 然后呢 如果我当前的这个task呢 我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处理的话 那我这里print custom task execute 然后我 最终的效果应该是先看到 我的本机信息 然后看到我这一个 执行的信息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那显示出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who 就是我这里本机名称嘛 我定义了两个 那我这个custom 实际上是用一个方法来 来去模拟这种继承效果 我运行这个custom 大家看到 那首先 先运行了who am i 我知道我本机的名称 然后我再执行这个 那是不是已经 在方法机上 在方法机上等于了 做了一个 继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 好好的去应用的一种 一种方式 另外呢 我现在越讲这个体系 大家会感觉 哎呀 这个东西好像越来越大 越来越难用 我估计作者 当时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呢 在Fabric 出现一个新版本的分支 那么大家可能如果说 我Fabric 我只想应用在本地 我不想搞这么多东西 我不控制远程的 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来去简化呢 那么答案是有的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东西 我们有一个简化 简化版本的Fabric 因为我们怎么做呢 我只要安装一个这样 叫Inwork 这样一个包 这个包其实是同一个作者做的 它只是对Fabric的一个小分支 那么我这里已经装了一个 它的用法跟Fabric 很像很像 只不过呢 你可以这样写 也有一个清单 那它只需要去 从Inwork Inport什么呢 你比较熟悉了 Run 它这个Run就跟我们在Fabric的Run是不一样的 Fabric的Run是Run远程的 而Inwork的Run呢 是Run本地的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叫Task 这个是一个Decorator 好 那然后你定义的Task呢 你直接就这样定义就好了 那我这个用一种比较挫的写法吧 Hello World 那它调用呢 也比较简单了 你只要 这就出来了 或者 我这里要应该用Run本地 OK 那我也来Run 一样 也是输出一个Hall1 对吧 那么它只是执行 一个本地化的这个东西 那你就可以大大的去简化一些 学习的曲线吧 可以这样说 我不需要学习过多太复杂 Fabric的这些内部机制的东西 那我推荐你使用一个Inwork 那 也可以作为平常 我们去 做这种开发的一个小工具吧 那今天的课程内容呢 也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